针对韩国对华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 中方的有力回应来了 就在刚刚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发布 关于暂停签发韩国公民复华短期签证的通知 详细情况是根据国内指示 自即日起中国驻韩国使领馆暂停签发韩国公民 复华访问商务旅游就医过境 以及一般私人事务类短期签证 通知当中明确表示 上述措施将是韩国对华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 取消情况再做调整 据多位网友反映 尽管一些国家都对中国入境公民区别对待 但是韩国显然是最恶心的那一个 从中国来的乘客落地韩国之后 被发一个黄色的牌子 必须要挂在脖子上 然后被韩国的路径带走取行李 还有一堆韩国记者跟拍 许多富含中国旅客在社交平台上爆料 表示这种待遇只针对中国人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 这两天韩国非中国机票 一票难求的消息也冲上了热搜 据央视财经报道 随着中国优化调整出入境政策 高度依赖国际旅客的韩国航空免税 酒店等行业也迎来了转机 机票公布应求 为了迎接中国游客的一些韩国酒店 整顿了客房管理系统 再次接受了来自中国的预约 不少旅行生重新召集中文导游 景点的商户又练起了中文 相比起韩国的大丸双标 新加坡 泰国等亚洲国家 对中国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态度 昨天的泰国副总理亲自到机场 欢迎中国出入境政策 调整之后首个富泰航班的旅客 据彭泰新闻报道 有中国游客表示 一出机舱 副总理就给我带了一个花环 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副总理 收到花环的时候 我还是很惊喜的 见到这个阵仗 这么多人感觉自己像明星走红毯 明星走红毯可能都没有这么多人 感受到他们对中国人是真的非常友好 而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以康在回应 是否对华收紧防疫政策时反问 如果我们要求所有从中国入境新加坡的人员 实施行前检测 那么对于确诊和重症病例更多的地区 我们是否要一视同仁呢 如果新加坡遭遇新一轮疫情 其他国家和地区又会如何对待来自新加坡的游客呢 昨天针对少数国家执意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表示 中方将坚决反对并采取对点措施 我想对中国游客来说 面对韩国新加坡 还有泰国等国家 对中国截然不同的态度 也一定会用脚投票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 而像韩国这样一边给中国旅客发黄牌 对中国旅客采取歧视性的待遇 一边却高喊着欢迎中国旅客 想在旅游市场上大赚中国人一笔 如此毫无底线的双标行为 必将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坚决抵制 感谢观看